嗨,大家好,我是亮亮老师 今天要教大家制作第四课 不止相车配美女的长条广告图 首先我们一样用长条广告图的设计 在首页地方我们可以直接点进最近的设计 当文件载入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选下方的新增页面 那这边请大家直接新增两份页面 让我们可操作的空间稍微变大一些 好,那新增好页面之后 第一件事情我们先重新命名第四页的页面标题 输入完毕之后按下Enter 我们就完成了页面的命名 接下来让我们先上传一下 这份设计文件需要使用到的影像素材 我们到左侧找到上传的按钮 点选上传媒体 选择你要上传的影像 上传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建立设计 首先把主要的影像 套入到我们的设计页面中 套用好影像之后 我们来将页面的颜色 更改为与影像相同的颜色 点选到页面 滑鼠移动到上方 找到颜色的缩图 直接在下方找到照片的颜色 进行套用 再来调整一下主要影像的大小 尺寸以及位置 调整好大小之后呢 我们将影像再稍微进行裁切 没有问题之后 就可以将这个影像上锁固定 接下来我们套用其他的影像素材 进入到上传按钮 将玫瑰花以及香水的影像 套用进我们的页面设计中 接下来我们来调整一下 套用进来的香水以及玫瑰的影像 按住Ctrl键加滑鼠滚轮 放大你的画面 调整一下大小以及它们的位置 香水的影像 请进行裁切的动作 选到香水的影像 我们往四个边找 点选直接拖曳裁切 然后就可以缩放一下 这张照片的尺寸 按住Ctrl滑鼠滚轮 缩小画面 微调影像与影像之间的位置 玫瑰花的部分 因为它的颜色过于抢眼 所以我们要将玫瑰花的影像 进行一些编辑调整 点选到玫瑰花影像 我们找到左上角的 编辑影像按钮 进入调整 再来我们来调整一下香水的影像设定 点选香水的影像 进入到编辑影像 再进入到调整 调整完毕之后 我们将香水与玫瑰花 进行群组的动作 并且将它们的位置锁定 接下来我们来输入 这个广告的文案 快捷键T 叫出文字 输入广告所需的文案 输入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来寻找合适的字形样式 选取到文字 到上方进行编辑 我们可以在搜寻的地方 输入无秤线字体 选择到你要的字形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其他的调整 那这一个是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要全部大写 所以我们可以到上方 找到更多的设定 在这边可以将小写字母 切换为大写 再来我们调整一下字极 以及字母间距 我们将品牌的文字 置入在这一个 长条广告设计的正中央 所以选到文字 我们到上方的位置 进行对齐 旁边的广告文案 也是一样的做法 调整完毕之后呢 我们再为这一个广告设计 增加一些装饰效果 那首先的话 先把已经调整好的部分 上锁 锁定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到元素的地方 搜寻合适的装饰物件 首先的话呢 香水看起来比较奢华 所以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 金光闪闪的装饰物件 输入关键字 进行筛选条件的勾选 选择静态 以及免费的套用筛选器 在这边可以浏览一下 你想要套用的效果 那么点选到某一些物件的时候 它会跳出自动推荐的项目 那么在自动推荐里面 可以点选查看全部一套用相同类型的装饰物件 选取几个装饰物件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编辑调整 首先的话呢 这个散装的金箔 我们来调整一下大小 放到合适的地方 可以稍微旋转一下 选择到你想要使用的样式 位置 以及效果 再来 为了不让它强跑我们的主要物件 我会将它的透明度调低 到画面的右上角 找到透明度按钮 将透明度调低 调整完毕可以上锁 以避免再次移动 其他的装饰物也是相同的做法 那物件的排列也要稍微的调整 影像上点成右键 可以重新调整 再来就是将设计 再进行整体的微调 那么所有的文字 影像 装饰 素材 调整完毕之后 第四个 长条广告图 不止香车配美女 我们就完成了